成了他们的带头大哥 专业的闹网人员 打红服贴标语喊口号 给厅内施压 厅内厅外相呼应 以此达到 他通过法定程序 代理案件 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也就是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同时还挣了钱 我来到峰瑞所后 发现峰瑞所代理的案件 都是采取这种办法 这使我很震惊 这哪里是依法 代理案件 分明是有组织的闹事 另外 我发现经济事 也不正常 管钱的都是他亲属 钱的事都是他说了算 我还发现他特别好似 乱闹男女